前面我们已经对X1PP协议实现文件的发送 做了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再对X1PP实现文件的接收 然后做一个演示 好,首先还是打开我们的项目 接收文件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通过在连接 在X2PP Collect里面连接的时候 然后我们做一个再加一个文件的一个监梯 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通过 这个File 通过FileTransfer 我们同样是定义一个File FileTransfer Manager FileTransfer Manager Manager然后等于 我们还是从那个链接中获取 goatransfer.getup 在这里 然后manager addgoatransfer.listener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直接添加一个文件transfer的一个监梯 然后这里new的话就是new一个failtransfer.listener 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个failtransfer.request 就是一个文件发送的一个请求 这请求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话情况是会有一个提示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的fail一样 然后它会提示是否接收这个文件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做演示 然后默认的话就接收 这里的话我们是看一下接收的 接收之后然后该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们这里实现一个income 刚才我们发送是outcome 然后现在接收的话是incomefailtransfer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叫incometransfer ift 这样定义吧 incometransfer等于request request就是acept acept之后也就是说接收之后 接收之后了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获取到一个incomefailtransfer的一个对象 好这个对象里面我们可以获取到一个文件名 volume 这个文件名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event 这里我们是先定义一个我们保存的一个文件名 就是get 我们首先获取一个存储的一个根部录 然后加上一个文件的分个 grouppair 再加上一个request here fail getfail name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 也说我们把接收的文件放在外部存储的一个根部录像 好,我们这里再transfer 按if here you savefail you savefail的时候,然后我们这里就调用它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需要留一个fail 留一个fail,fail就是我们这里刚才传入的那个文件名 是我们刚才这里的一个fail文件名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逆常需要捕获 好,这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文件接收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文件接收 如果是对方发了发送文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文件接收 接收,然后 自动的接收,放到我们的一个那个 存储盘的一个根部录像 好,我们保存了,然后再试一下 这个话我们可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日志,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我先把这个账号 先把这个账号 好,这个时候 把这个界面,然后 默认的,然后我们把这个 正路 好,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连接服务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日志 呃,输入信息之后是这样子 好,我们可以通过supply 直接给我们的那个 手机这边,然后发送一个图片 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然后发一个截图 好,大家可以看到他这里已经发送了一个文件 到demo,说明我们这个文件已经发送成功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手机 好 把这个界面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的那个 demo录下面,然后是否有我们之前的那个 收到的文件 好,这边拉着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好,这张图片 就是我们刚才,然后 获取到的一张图片 好 说明我们结束文件,然后是成功的 好,这就是我们的 那个 文件接收的一个 一个功能 关于基于XMPP协议的 即时通讯应用开发 具体的内容 这个课程的内容,也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 下来之后,自己多动手 多练习一下 希望你们能够 通过这个课程,然后真正的 真正的掌握 这个即时通讯 XMPP协议 以及 基于XMPP协议的应用开发 好,这一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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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